好,相信有看過《全民造星3》的朋友 都會覺得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重新認識一些我們曾經接觸過的名字 當中包括了我身邊的Mischa葉巧琳 Hello,歡迎你 今次邀請了Mischa上來 其實也想跟你談多一些 除了《全民造星》以外 一些你自己在成長、音樂路上的點滴 其實我在邀請你上來之前也做了一些功課 其實我知道你本身在香港長大 然後去了外國讀書 其實跟我的背景有點相似 其實你覺得你在美國甚至英國的成長 對於今時今日你在音樂路上有什麼影響呢? 最大的影響 其實如果我當初不是英國 考完GCSC之後 說要去美國發展 不是發展 去美國讀書 的話呢 其實可能我已經不在野行裏面了 嗯 當初是 因為我爸爸媽媽逼我要去外國讀書 之後我就覺得有些反叛 當時當然 中學的時候 因為他們被逼去英國 那我的朋友在美國 我就考到一個很好的成績 然後我有一個barkening power 所以我就說我要去美國讀書 嗯 但是去了美國之後 因為他們的sistence太不同了 是 好像其實兩年沒有學過任何的東西 然後又反叛了 現在回想起來 我美國的成績一般 但是如果當初我在英國的時候 我留在英國 繼續讀A-levels 或者繼續考入英國的大學的話 我今時今日這條路就不是這樣走的 你會走什麼路呢? 如果是 我會想做醫生 哦 這個是你從小到大的願望 是啊 我想做 可能不是醫生 總之是science有關的 的一個職業 嗯 你是不是從小到大 都比較喜歡一些 有得研究一下 有得玩一下的一些東西 都是比較適合你的 是啊 因為那時候在英國 我讀Vicamby也很厲害 是 那 那我又很有興趣 我覺得整件事很興趣 那所以 就想在這一行 這一行 這一行 習慣了這個術語 想在那個industry 上發展 是 但是 畢竟現在那條路 自己的選擇 就是要去美國 嗯 那條路是自己去選擇的 那我要承擔回 我去到美國 就不是很專心讀書 那這些 那我都要自己一個人承擔 嗯 那接受了之後 那 回到香港 那就 選了 就是 音樂有少許救回我 回去 在這條路 on the right track 走回到人生裏面 因為 回到來的時候 因為讀書讀得不好 然後就不想再繼續在那邊 回到香港 有一年的時間 在香港不知道做什麼 那是我爸爸跟我說 不如你嘗試讀音樂 嗯 那其實我是回到頭 讀associate degree 先的 associate degree 讀了兩年 在教育學院的音樂 然後就再考入演的學院 讀了五年 嗯 那其實這條路 是比較難走 自己 比其他人是走得比較長 但是這個是我 我選擇的choice 嗯 所以我要承擔回 我要付出回多一倍的努力 多一倍的時間 才可以 令到自己走回一條好的路 嗯 那你剛才提到APA 其實很多行內的人 都會很嚮往 或者會覺得APA 都是一個 對於可能 你自己是音樂範疇 甚至乎 譬如演戲的朋友 都是一個 很有指標性的一個學府 那你自己其實覺得 在APA裡面的這個經歷 對於你自己來說 又有些什麼 最大的得著呢 最大的得著 是我發現 我真的很喜歡表演 是 嗯 其實呢 我那時候 是有一個option 給我的 那 我在 在 香港音樂 不是 香港教育學院 讀的associate degree 我考得很好 嗯 差不多爆GPA OK 接著 香港大學收了我 APA收了我 哦 嘩 人生交叉點 接著我就 其實我都沒有什麼想的了 嗯 我那時候去泰國 求這個四面佛 說我要入這個APA的 我身邊有環神的 我是入出APA的 那我 因為在那個 過程那兩年 都有一些表演 那也是因為 這兩年裡面 我跟唱歌老師 重新再學過 就想說 考 用Focal 去考入 這兩間大學 那 去到那個位 我知道入了APA 不是 整個過程 兩個 兩年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也有打電話 問我那些老師 你覺得我應該 港大好 還是APA 他們那個 給我的答案 都是APA 是 因為他們覺得我 如果是港大的話 我就會真的很老師 啊 即是教 education 對 education為主 但是APA就是 表演多一點 是 他們覺得我是屬於 表演多一點的 是 看到我一些的performance 我的能力 他們覺得我應該 那我自己都考慮了 一小段的時間 我都挺享受這個舞台 其實從小到大 都出席很多不同的表演 不同的比賽 我都挺享受的 所以就入了APA 那在APA的過程裡面 很多 超級地多的表演 每個禮拜都要出來唱給同學 很多concert 每年一次的opera的表演 那些人買票進來看 那雖然不是做到一些很大的角色 直到我畢業那一年 但是我就 我感覺到 我喜歡在台上面 跟別人有一個connection 這個感覺 我喜歡的 那所以 我在APA的時候才發現 可能我是真的 belong 在舞台上面的 嗯 但是 直至我畢業的時候 我一直都想著 可能我是走 一直教著唱歌 然後一直走一跳 可能有些gigs 那些我照去唱 或者有些什麼 一些opera的show 我去唱 就是這樣的路 很簡單的 是 只不過是要唱 和教 很簡單 但是我畢業那一年 大家都知道 我參加了個比賽 就組合了trackers 是啊 就是入這樣的 好像 perfect timing 那樣 那就 好吧 試一下 那就入了這個 娛樂圈 OK 你當初本身跟Mike 和阿邦是認識的 Mike 兩個都是同學 同學 那阿邦就大我兩屆 OK 他讀了master 嗯 那Mike 就直接是我同一屆入的 OK 他真的是同學 來的 例如那些common的上課 譬如樂理 history 這些全部都一起去學 但是我們的major 不同 他是作曲系 那我是聲樂系 那 畢業那年 就是 Mike 我其實都不熟阿邦 是 Mike問我 不如我們參加一下這個比賽 那就 一起了 就參加了比賽 然後 那時候 亂想的 名字 Trackers 不是很帥 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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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是 OK 這個Trackers 的過程 其實當初 就是我們認識的平原集作 就是你們 小陳哀 有Lillian 還有Shandy 是 其實 Trackers 偏向那個曲風 我們 背後 聽聽 其實就跟現在的你 是幾不同的 因為相對就是 可能是一些 可能我們叫做 文青系 或者一些小青生 那其實 會不會是 因為 你自己的 音樂影響 其實我自己覺得 都來自很多不同的層面 其實這個小青生 是不是你當初 有想像過走的一條路呢 完全沒有 其實現在真的不怕說 是 我們那時候三個 是真的為了一個比賽 合在一起 是 為了拿QPot 進場 是 然後就 拿了一個Contract 是 之後就不停 好像在一個框框 進了平原集作 平原集作就 比較清新一些 是 很田園 我們三個人都很不田園 是 那 不停就因為這個框框 框著我們 而我們三個 因為這個比賽 而合作的話 其實我們 我現在 知道了 其實做組合 最難的事情是 三個人 要怎樣磨合 是 我們本身是 我跟Mike 熟一點 但是我跟Bob 沒有那麼熟的時候 三個根本 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風格 三個不同的人 是 對的 變成很難 一拍 即合 而創作到 一些作品 三個都覺得很棒 這個 真的 那時候 覺得是有少許 硬來 去做 因為真的很 清新 除非我們是 三個 很一樣的人 大家的 味道一樣 那 即是 我自己的 一些影響 或者我以前小時候 是怎樣 聽什麼類型 我很小時候 我就聽我媽 經常播卡拉OK 葉善文 穿著古裝 紅色 那些 瀟灑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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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到一個位置就學中學 中學 中學入了 國學校 開始就聽多些 外國歌 是啊 那時候才真的接觸 小時候 不懂得聽 身邊有很多 外國人的時候 那時候 我的年代是流行什麼 流行 Backstreet Boys Spice Girls And Seek Michael Learns The Rock Michael Learns The Rock 已經算老老的 但是 那時候是很喜歡那些 最熱烈的時候 我就開始聽那些 我人生第一次買票去看Concert 就是Michael Learns The Rock 那時候來香港 我不喜歡 一定喜歡 很喜歡這些 那時候 交了一個男朋友 他很喜歡聽Hip-Hop 那我就聽了 M&M Tupac Jay-Z 那些也會聽 然後再去到英國的時候 那就奇怪了 我去到英國的時候 我又聽回中文歌 哦 就是掛念家鄉 那些 是啊 我很記得 我當時 在英國 人家在上課 好像 頭一個月 我無法集中 去上課 我經常哭 自己黏著 寫歌詞 都正常的 我很欠缺家 而且我是不想去的 我寫歌詞 我寫著 我寫著楊千華的少女的祈禱 啊 那個年代是差不多 我寫歌詞 是在唱過一些 那之後 其實除了這些流行曲 其實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影響 是我媽媽從小到大 是帶我去看很多音樂 哦 我小時候第一套音樂 就是Joseph and the Technic Color Dreamcoat 是 這個是第一個 接著是看Phantom of the Opera 嗯 接著 又會 又會看 Victor Hugo的 Le Mis 現在香港人都很認識這些 最大型的那些 甚至來到香港 我很喜歡那些 嗯 我很喜歡他們在台上 震撼的感覺 整對Orchestra 他們的戲 他們的聲線 很好聽 所以我想我是 再加上我在APA讀的Classic 唱的Art Songs 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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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c 的Arias 變成我其實很亂 我很多東西 嗯 很多東西 嗯 直到 去Trackers 怎樣去寫一些歌 怎樣去磨合呢 Mike就是聽Rock的 Metellica 是啊 阿邦 阿邦 阿邦就是 彼底的 他就比較香港一些 阿邦是最香港地道的 是 那三個怎樣寫呢 怎樣磨合呢 其實真的很困難 很難 所以變了 到最後發現 不如讓Misha 嘗試一下 自己一個人跳出來 去嘗試不同歌的種類 第一首歌 大家知道 《孤單的背多分》 是很Rock的 之後慢慢 其實一直在嘗試 我是適合做些什麼 是 那我又覺得 會不會跳得太遠 都不會 OK 我又覺得 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我之前有些訪問 都有說過 我其實很慶幸 我參加比賽 它是 令到我認識了 其實 我可以很多類型都可以唱 這個東西 不是一個沒有特色 這個東西就是我的特色 可以看 就是什麼都可以嘗試一下 對 不同的面貌都可以去做 可塑性 是可以視不同的東西的 這個就是Misha 其實我覺得 我們聽回 第一張EP Making of 其實當中 好像你剛才說的 第一首就是 《孤單的背多分》 有些格格不入的 你說 是有些不同的 不過我覺得 其實作為第一張EP 其實都真的可以 真的要摸索 因為 雖然說 以組合形式出道過 但其實我覺得 音樂上 其實都真的要 要找自己最適合的 我找了七年 你覺得最適合你的風格 其實是什麼呢 你自己覺得 我想說是音樂 OK 這個 對不起 這個是我最適合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覺得 以一個流行曲的定位 因為始終音樂是一個 我們會 歸類為另外一個 genre的東西 是啊 我自己覺得 其實Ballad 是OK的 還有 R&B 是OK的 在我的身上 我的確覺得 是可以玩的 那 參軍完比賽 我覺得其實 跳槍 不是 Sorry 槍跳 都有可能的 都可以試一下 因為始終都是 我覺得 第一張專輯就是 一個試的階段 其實現在 新一些的 譬如我們聽過的 第二人睡 浸浴 就可以慢慢開始 多一些自己的元素 在裏面 但是 在我們看到 《造星》之前 看到《造星》之前 其實你就有另外一個 自己給自己的身份 就是這個 《水質女生戀愛》 連續劇的身份 是的 《水質女生戀愛》 這個很難讀 這個要多讀幾次 是的 裏面我們其實都聽到 有些作品 譬如《一對一》 譬如《水母艦》等等 這個定位 其實我覺得 和你第一張EP 又有少少不同 不同的 其實整件事是外國的 是 當然啦 因為找了瑞典的人 一起去做 是的 整個 《愛國錘》是重一點的 是 玩多一些 聲音上面的東西 自己的聲音都在玩 剛好按了這個名字 其實可以撇除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 是 因為它是當一個 一個 自己的故事 跳出來 然後去說這些 我自己其實挺享受的 也都嘗試水母間有少少的跳舞 是的 都很好玩的 這個風格我自己都挺喜歡 也都在比賽裏面 直接唱完 跳完 還要唱完英文版 給大家一些新鮮感 其實當初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構思 要做一個這樣的 即是 supposed 就是一個三部曲 是嗎 其實 這個是公私人的 三部曲 是 但是 那時候跟林寶商量 是 第一首歌就是 《水母間》 其實有少少延續著我之前的殘渣 是的 就說這個女生終於不用悲傷了 不用悲傷了 就找到另外一個 身邊的一個 寄託 是的 就說了一說 那下一首說什麼好呢 就自然地這樣 我們聊聊一下 就覺得 應該這個故事會延續下去 延續下去發生完 就是 知道了 之後就有 一對一 一對一之後 就 慢慢地 跟林寶商量一下的時候 大家覺得 那就是三首歌 是 就 有這個那麼長的一個名字 但是這個名字不是我想的 我沒有那麼高的中文水平 可以想到 這個水質是代表什麼呢 就是女人用水做 一來 是 還有 都會見到 就是 之前的殘渣 再之前的神把眼淚都是水 是的 然後延續著水 繼續下去 是的 你是不是一個 你對戀愛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很簡單的 愛就愛 不愛就不愛 還有 大家都知道 有一個很穩定的 是的 是的 那 戀愛 是一個 現在對我來說 已經變成了一種很穩定的一個支持 是 剛剛有個訪問問問我 你要戀愛好 還是要事業好呢 為什麼不可以一起呢 沒有我一定要選 你會選什麼 我會選 或者戀愛 或者戀愛 其實我覺得不同 應該這樣說 因為我過了40歲了 其實 不像 我會覺得戀愛是一個 bonus 你覺得是 bonus 我覺得是 bonus 雖然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經常都說 人生在世上 就是來又是一個人 走 應該都是一個人 當然有一個盤我覺得是好的 但是 在最後 究竟那件事 是不是 因為每段感情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 stage 你去到某一個位置 就是感情 多於愛情 所以我覺得 其實 事業 就可以有錢 錢 就是要 但是錢買不到 買不到 開心 你可以很有錢 但是你很寂寞 但是我沒有錢 沒有飯吃 我是很快的選擇 我要愛情 因為愛情是 會令到你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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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大一點 不只是愛情 而是 love in general 人缺乏了愛 就很難去生存 其實是的 所以我會選擇 我要愛 還有你 我想 我們這一行的人 都是很感情主導 那樣東西可以放得很大 所以我想是 因為你都比我年輕 少少 還有你也是女生 那女生擺愛情 那樣東西 可能也會擺得前一點 是的 不過我都 我覺得是 是的 真的去到不同的階段 你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是的 為什麼我們差到這麼遠 都不要緊 記得錯 哈哈哈哈 是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大家 其實我和很多 《全民造星》的朋友 上來 上來聊天 其實這次的節目 好看是 因為大家都有很多 火花困出來 但是我覺得缺乏了 就是好像 我們第一季 或者第二季 可以讓大家深入了解 每一個參賽者的character 或者他們的內心世界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 每一次請 《全民造星》的朋友上來 可以這樣 形式的聊天 無論差到多遠都好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是的 但是 Anyway 我們 剛才講了很多 就是我們 《全民造星》之前的一些事情 那 轉個頭回來 我們就 跟Misha 再繼續聊聊天 了解一下 《全民造星》 對於你來講 有什麼最大的事情 下一集我們再聊 好嗎 好 下一集見 Bye Bye Bye